火山不知 古花马特爱的兄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停降 一切都知道 latitude永远找不到 鸡蛋又容易睡着牢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只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观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答案却太少 气泡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植物条无上了呀 可学不会睡懒觉 植物分类学之父 爸爸 你说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 据不完全统计 已经知道名字的植物 应该有38万种到40万种吧 哇 这么多呀 我只知道 牡丹 月季 十一草 杜鹃 对 还有爸爸送给妈妈的玫瑰 嘿嘿嘿嘿 哈哈 宝贝啊 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嗯 嗨 爸爸从来没有送过宝贝花 啊 这个 这花 我可是帮你爷爷照看的 不能摘 你想要啊 改天 老爸给你买去 啊 嗨 好吧 反正宝贝在老爸心目中 也没什么地位 哼 怎么会没有地位呢 你是老爸 最最宝贝的女儿了 那宝贝想要一朵花行不行 哼 嘿 你这孩子 躺起来 啊 千万别让爷爷看见了 嘿嘿 谢谢老爸 嘿 那这花叫什么名字啊 又叫雏菊 又叫 严命菊 春菊 那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呀 叫金光菊 那这个呢 这个叫一串红唇 又叫 红花熟微草 红唇 这个叫 非洲紫罗兰 这个 呃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这个 这个也不知道 哎呀爸爸 这么多花你都不认识 哎呀 看来只能我自己翻出去了 宝贝啊 这花里面的学问可大了 你光记住也没什么用 老爸 你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还说什么学问不学问的 你还别不信 就连他们的命名 那都是很有学问的 原来这些植物啊 都有好几个名字呢 所以当时植物的命名 那是非常混乱的 直到 找到了 直到18世纪 瑞典植物分类学家 林奈的出现 才把这些植物分文别类的 归纳清楚 小瓜 咱们走 干嘛去啊 宝贝 我要去找林奈 看看这些植物的名字 是不是真的像老爸说的 那么复杂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罗琳 注意别踩到你脚下的子罗兰 注意身后的四季兰 别踩旁边的君子兰呢 你小心一点好吗 你没事吧 没 没摔疼吧 罗琳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走路的时候要注意脚下 你看你身边的子罗兰 四季兰和君子兰 差点就被你踩到 啊 什么子罗兰 还有什么兰 你指的是这些花吗 你看 这就是子罗兰 它原产于地中海沿岸 是两年生的植物 两年生的植物 你的意思是 它们只能活两年吗 太可怜了 两年生植物 不是指它只能活两年 而是指第一年初期种下 到第二年春季开花的植物 啊 你知道的可真多 哪一栋是你说的子罗兰呢 罗琳 我不是告诉过你 如何区分子罗兰和君子兰吗 叶面宽大 长腿严形 或倒批针形 尖端圆顿的是子罗兰 君子兰叶片宽阔 成带形 距地硬而厚实 并有光泽及脉纹 你一定要记住哦 还好你遇到了我 我爸爸为了督促我加强记忆 所有我梦过的问题 他都不会重复回答我的 所以现在 我身边出现的植物 我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 啊 我记住了 好吧 我们走 今天我们到北边山坡 去采集植物标本 罗林啊 这一片地方好像还没有人来过 我想会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植物 我们一定要好好搜寻 不放过任何一个小植物 好 找东西那可是我的强项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发现很多新植物的 小官 快点去放大镜 好 三百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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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林 你快看 我们发现了这么多的新食物呢 没把它们都拒下来 丰富的食物货 夜中大偏转 有大具齿状 表面光滑 花为白色 罗林 你说这花叫什么名字好呢 花是白的 我们就叫它小白花吧 那不行啊 开小白花的植物可太多了 是啊 开白花的植物确实太多了 不过长得像蝴蝶的就不多了 蝴蝶 就叫它蝴蝶花吧 蝴蝶花 好听 你是在写日记吗 日记 什么是日记啊 我在拉帕兰发现的这些新植物 我要把它们详细的描述整理成 拉帕兰植物质 这样就方便其他人在研究植物的时候 进行对比了 对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植物的命名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则 各个国家的学者呢 都是按照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命名植物的 所以就造成了植物命名的混乱 那统一一下植物命名的法则不就行了 大家还没有想出来以什么样的统一标准 给已知的植物进行命名呢 给植物起名字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看到红色花朵的就叫小红花 看到黄色花朵的就叫小黄花 这有什么难的呀 地球上的植物有十几万 几十万种之间 开白色花朵的植物 或者开红色花朵的植物 就有几万种呢 那它们之间怎么分呢 啊 几万种 宝贝 宝贝 怎么样啊 是不是发现植物的命名没那么简单了 是啊 爸爸 要给几十万种植物命名呢 那谁想得出来呀 反正我想不出来 林奈呢 你没跟她请教一下呀 她可是世界上著名的植物学家 她还没想出来呢 还在找方法 有了 爸爸 好像林奈想出办法了 我去看看是什么办法 双明智命名法 这是什么命名方法啊 双明智命名法是在林奈出版的自然系统中最早出现的 它的这一创举开创了生物科学的新纪元 这种命名方法就是由两个词组成一种植物的名称 第一个词是属名 第二个词是准名 还有就设备了慎重体见 后面再写上命名者的姓名 已是负责 给植物起名字 还得把自己的名字带上 嘿嘿 好玩 那如果我发现了新的植物 是不是也可以把宝贝的名字写上呢 不过我们是没有权利改变历史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呢 又来这一套 你在干嘛呢 我在想 怎么才能建立一个植物的分类体系 让植物的分类更加具有调理性 啊 光给植物起名这一件事 就把我弄得晕头钻像的了 现在又要去建立一个什么植物的分类体系 哎 看来和植物有关的东西 还真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诺林 我终于发现了植物的分类方法了 哈哈 太好了 你看 我们可以根据植物的瓷蕊和熊蕊的树木 进行植物分类呀 瓷蕊和熊蕊的树木进行植物分类 对呀 熊蕊是由花丝和花药两部分组成的 还有就是 在一朵花中还有多个熊蕊 我们可以根据它们在花中是分离还是联合 以及花丝的长短和没多种类型 啊 没明白 没事 我再给你讲讲瓷蕊分类吧 听完呢 你就明白了 瓷蕊的分类方法 我们可以先根据瓷蕊的组成 柱头 花柱 脂肪三部分进行分类 还有就是根据心皮的树木和离合情况划分 啊 更不明白了 还不明白 这样你觉得亲自给食物分一下类 这样不就明白了吗 啊 我饿了 要回家吃饭了 小乖 我们走 爸爸 我回来了 学习的怎么样啊 宝贝 给食物起名字啊 是不是特别简单啊 唉 别提了 爸爸 我现在头还晕着呢 哎呀呀 看看 看看 只要跟着这小铁蛋 宝贝是去一次就头疼一次啊 真搞不明白 你说这都是讲的什么故事啊 这能不让人头疼吗 哎 看着就让人伤心啊 人身攻击 小铁蛋 你在开玩笑吗 你这缺胳膊少腿的 也算是人 哎呀 小铁蛋 不不不 小乖 小乖 刚才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看你这有头有胳膊的 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吗 别激动 别激动 哎呀 好险啊 还好我反应快 你这小铁蛋 太容易激动了吧 哎呀 行了 你们两个都别闹了 你们在闹 我的头更晕了 爸爸 你说林奈 又是给几十万种植物起名字 又是给它们分类 它不会出错吗 任何人用林奈的双明治命名法都不会出错的 你说它自己会出错吗 啊 它这套植物命名法呀 不仅仅是给植物命名 更给当时的植物学研究 扫除了三大困难呢 三大困难不就是给那些花花草草取名字吗 还要和整个植物学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在林奈之前 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名法 所以各国的学者都是按照 方法命名植物的 以至于啊 和命名上出现了同一种植物 但是有不一样的名字 和不同的植物 用相同名字的问题 这个好像小乖给我讲过的 讲过了 啊 那下面这个问题 小乖肯定没讲过 就是当时 由于人们语言不通啊 在交流上 很是麻烦 所以对相同的植物 名字叫的也就不一样了 这样又造成了一种混乱 啊 又混乱了 给花花草草起名字 还真是麻烦 当然了 不过呀 起名字的时候 也会碰到一些 有意思的事情呢 有意思的事情 快给我讲讲 我跟你讲可以 但是呢 我跟你讲完第三点 你得接着往下听 我讲才行 接着往下听 那得看你讲的 有没有意思了 这个你就放心吧 宝正有意思 第三个困难就是 有的学者 对植物起的名字 那是太长了 长的以至于 连他们自己都记不住了 啊 自己起的名字 自己都记不住了 这个真是够好笑的 哈哈 林奈发明的植物命名法呀 不仅在二百多年以来 一直被生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所遵守 而且植物命名中的钢 木 熟 种的分类概念 这些也都是林奈的首创 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是 林奈依照植物雄蕾和瓷蕾的韧性 大小 数量 以及相互排列等特征 将植物分为了二十四张 一百一十六目 一千多个鼠 和一万多个种 哇 分了一万多个种类 林奈太厉害了 他还有一大功绩 就是把前人的全部动植物知识 系统化了 他摒弃了 人为的按时间顺序分类法 选择了自然分类方法 所以后来人呢 都称林奈是十八世纪 最最初的科学家之一 后来呀 瑞典政府 为纪念林奈这位 杰出的科学家 先后建立了 林奈博物馆 林奈植物园 并于1917年成立了 瑞典林奈学会 哇 还有林奈博物馆啊 哎呀 行了 别举牌了 你累不累呀 不就说个纪念林奈诞辰三百多年 瑞典政府将2007年定为了林奈年吗 活动主题呢 是创新求知科学 又女儿 又女儿 我说你能不能直接说出来呀 我记得你在历史中挺能说的呀 现在怎么了 行啦 行啦 也是呢就等于掩饰 掩饰呢就等于 哟 宝贝 这是你新学的歌谣啊 对呀 这是几大行星的排序 今天几阳课向老师教的 嗯 念起来还挺顺口的 水晶地 停电了 怎么搞的嘛 停电了 这怎么能行啊 快点快点 看看怎么一情况 赶紧的 哟 宝贝 这是你新学的歌谣啊 对呀 这是几大行星的排序 今天几阳课向老师教的 嗯 念起来还挺顺口的 水晶地 嗯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